邻居家也淹了 然后刚刚我还没看到他拿了个帮 现在连帮都拿出来了 去看一眼他的帮长什么样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亦 我生活在泰国 请慢一下,现在是泰国的雨季 今天又开始下雨了 这个地方只有45分钟 所以现在的泰国是很泰国的 每年的雨季呢,我们都会淹水的 就是如果下的雨特别大的话 就会整个也不是整个园区都淹 否则苗圃肯定不行了 是酒店区那块 因为它那里靠近河 靠近河的地方都是地是比较低的嘛 所以它就会淹 淹了之后还好 就是那些植物也没什么大问题 因为通过一天的时间也是可以排掉的 但是我们换了一个大一点的笨的话 大概就是一边下雨一边排 那就不会有积水了 这个每年都有积水这个问题 真的是已经很长时间了 然后我就问老爷爷 你为什么是今年才换笨呢?之前呢? 他说之前的话我们就搞了个竹筏 然后就把客人在竹筏上面走 然后又因为以前都是生意挺好 也没有什么出现什么大问题 然后因为疫情这里没有生意了 我们的这些酒店基本上就是没有客人了嘛 所以呢 反而有时间去做一些调整工作 例如搞一个笨之类的 然后就做了一些那种 以前没有想过要做的工作了 下雨的绝天堂呢 还是非常美的 我们已经寄了一批亚猴到中国 那也因为昨天的视频呢 也有一些别的国家的小伙伴来找我订购绝类了 我真的很想把绝类这个生意呢 做到全世界 那如果你对买绝类或者是对卖绝类 有任何兴趣的话呢 都欢迎跟我联系 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够认识 如果水不太高 这会不会有效 看吗 如果水不太高 如果水不太高 这会不会有效 我们必须等待到水不太高 6尺 这只是2尺 买了大机器 好 我们回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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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